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刘嘉玲口中的这个男演员,大家都知道,就是何超连的男友豆硝。何超连豆硝从未公开承认过结婚的消息,刘嘉玲先报了出来。对于刘嘉玲爆料,豆硝何超连结婚的消息,不少网友都认为,结婚了。她说漏嘴了,是不是说漏嘴了,婚事突然就被别人给公布了。这种事情,其实还是本人公布的比较好。 随后,有媒体电话采访何超连的工作人员,对方表示,正在开会,被问道,方便回应一下吗?工作人员立刻挂断了电话,何超连方的这一波操作,似乎像是证实,刘嘉玲说漏嘴了。 几分钟后,媒体又联系到豆硝本人,她回应称,没有结婚,现在还在守送期。豆硝本人,都站出来否认了,想必是二人并未结婚。 只是刘嘉玲以为,他们两人感情很好,就说何超连,嫁给了,很有名的男演员,所以都是误会了。 前几天,何超连参加某节目时,被问道是不是,和豆硝好事将近,当时何超连表示,目前还在守孝期,直接否认了好事,将近一说,豆硝和超连,都称在守送期,并没有结婚。 双方都直接表态,看来刘嘉玲口中的,结婚仪式并不属实。豆硝和超连,在2019年,4月28日,官宣恋情,整整两年的时间里,他们二人,感情稳定,经常会在社交平台,撒狗粮,赌王去世时,豆硝作为准女婿的身份,出席丧礼。 去年,何超连也作为准儿媳,去到豆硝的西安老家,二人算是得到,父母双方的同意,得到所有人祝福的,一对儿恋人。 豆硝和超连,这对儿娱乐圈的金童玉女,感情一直这么稳定,值得被祝福的。 尽管他们两个人,目前都否认结婚的事,实在是因为何超连,在首桑期,即使感情,再怎么好,也要等首桑期过了,两人才能,接下来谈结婚仪式。 何超连称自己,在首桑期,并不会太快结婚。豆硝也用同样的口吻,否认结婚的消息,真的很宠何超连啊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